我的女友是个娱乐女主播,她说,最近有大客户要离开N市,早上的火车,加班一夜的我没回家,急忙赶到她家楼下,却看到她穿着半透明风衣,坐进了大奔的副驾驶,隔着后视镜,我看到一只不属于她的手,顺着她敞开的衣领子一路朝下,我顿时明白,是我亲手把女友送上了老男人的奔驰车。 这就是所谓的奥于娱乐主播,只收年轻漂亮的女孩,然后带到直播基地一起直播,而你的女友或者老婆也在他们签合同的那一刻,变成了公司共用资源。 前不久,我刚把女友送去,可这次妥协,险些让我家破人亡,我和实力从大一恋爱至今,已经五年了,去年我拿下了她的第一次,今年准备结婚,可在这个接骨眼上,她却突发奇想,要去奥于当娱乐主播。 那天我做好了饭等她下班,她刚回家我就发现,她的脸上有种异样的潮红,而且一回来就去洗澡。 我留了个心眼,给她洗衣服的时候闻了闻味道,上面有一股淡淡的烟味,我心里咯噔一下,又发现她兜里有一份娱乐主播合同,原来实力背着我辞掉了工作。 打算去临省当主播,好奇心驱使下,我打开合同一探究竟,刚看了第一页,我就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哪里是什么主播啊,分明是有钱人的玩物,进这个公司当主播是有门槛的,首先,年龄要在二十五岁以下,面容较好,三维要求凹凸有致,还要提供视频录像证明, 并且要求不定期线下和大哥见面,我打开手机,快速搜索着奥鱼的软件,却发现常规渠道根本没有,求了好几个朋友才找到。 他们还调侃我,说我已经订婚了,就收收心,别乱搞,无视风险安装后。 我点进去,发现都是些长相美貌,身材一流的女孩,摆出各种诱人露骨的姿势,甚至说出一些撩人的话,听着就让人觉得信仰难耐, 在想往下看的时候,他显示需要充值会员,甚至有些视频底下,还有赠送超跑全国飞的字样,其中一个主播说得很现实,只要钱到位,各种摆弄都随你,现在赠送。 省内当天道,跨省隔天道,包您满意,这段介绍看得我怒火中烧,一想到自己的未婚妻要去从事这种工作,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疼了起来,我想象着自己的老婆穿着衣不避体的制服,摆出那种羞耻的模样,任人观摩,甚至是做出一些恶心至极的事情,我就气得浑身发抖。 恨不得现在就踹开淋浴间的门,把实力揪出来问个清楚,这时,淋浴间的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但是我正在气头上,根本没经历管其他的,脑袋里都是自己的老婆和别人私混的场景,全然不知道实力已经在我背后,刺,他用力抢过我手里的合同,将合同放进包里,你凭什么偷偷翻我东西? 我没有隐私的吗?实力脸色不悦,我笑了,那你的意思是,你打算去那种地方直播卖身,我这个未婚夫还不能管管? 我真的很诧异,为什么一个乖乖女会变成这样? 我哪里磕磕她了?她为什么这么做?实力眼神闪烁,不敢跟我对视,嘴上却里不直气也撞,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难听,什么卖身,那都是正规的直播公司。 实力裹着浴巾,圆润挺翘的丰满进入眼底,她身段高挑,足足一米七,体重刚好一百一十斤,该胖的地方饱满,该瘦的地方盈盈一卧,皮肤也像牛奶一嫩滑,每次在床上的时候,她都能给我十足的满足感。 伴随着怒火和心里的炙热,我身体里的火气彻底爆发,实力被我看得头皮发麻,嘀咕着,盯着我看作什么,洗衣服啊。 说完她就想拿着包回房间,看着实力前凸后翘的身子,我再也忍不住,冲上去拽着实力的浴巾,就把她拉进了浴缸,相较于以前的润物系无声,这次我动作粗暴,刚上车, 发动机没预热,就直接地板游上高速,很久以后,实力软软地躺在我怀里,我伸手抚摸着她的耳垂,那里是她最敏感的地方,而我也趁机问出了心里所想,你为什么想去这种地方,谁让你去的? 实力迟疑了很久,才告诉我答案,原来,这是她的闺蜜约她一块去的,因为她前段时间刚好,听说我公司出事。 资金周转不过来,就想着去挣点钱帮帮我,这样也好早点嫁给我,她的闺蜜我认识,叫小蕾,性感美人,介绍的这个工作工资很高,月入数万,而且还有打赏费提成,问清楚事情原委后,我问她,你不怕被钱规则? 实力像是受惊的小路,你可别吓我,但转而她又告诉我,没事的,我又不学他们,视频保守点,也不出去和大哥见面,了不起就是收入低点呗,总比上班强。 我摸着额头沉默了很久,实力好像很紧张,是怕我拒绝。 老公,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 放心了,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看着实力娇媚的样子,我更不想让她去了,实力抬头含情默默地望着我,见我好久没有动静,她捏如着说,那就不去吧,大不了就是赔点违约金,然后我们也没法结婚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为什么? 实力没说话,只是拿出合同的最后一页只给我看,最后一页写着,此合同一旦签订,两年以内无法作废,违约须支付50万违约金,若拒绝支付,本公司将通知违约人的亲友代交违约金,下面还有实力的亲笔签名和手印。 我感觉五雷轰顶,脑袋一下子炸开了,我终于明白了实力的意思,也知道我无法拒绝这件事,一旦公开,我和她再也不可能了,好吧,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握分寸,不能越界。 不,实力印上我的唇,和我深情相吻,可我却觉得胃同嚼辣,这么大的事,她事先却根本不和我商量任何东西,擅自决定了这一切,第二天,实力就要出发了,我帮她收拾好行李,又特意推掉公司的事情,陪她坐高铁去临省,当天下午,我们就在高铁站遇见了来接她的老板,贺强。 她长得很儒雅,戴着金丝眼镜,一见面就给我发烟,抽得烟很好,华子,我已经很久不抽烟了,对烟味很敏感,我总觉得她身上的味道很熟悉,好像在哪里闻到过,大家都知道这一趟是来干嘛的,我也不藏着掖着,直接告诉她,贺总,我老婆工作上的事麻烦你了,别勉强她。 贺强乐呵呵的对我拍着胸口保证,你放心,我们公司干净得很,不会出现不情愿这种事情的。 一想到那个软件里的内容,我就忍不住想对她,但看着实力哀求的眼神。 我忍了下去,只是我万万没想到,她说的不会出现不情愿的情况,竟然是那样的,我替实力拉着行李箱,送她俩来到地下停车场,贺强一路上都在告诉我,这个公司有多好有多好,但我却并不热情,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到了停车场,贺强掏出一串奔驰钥匙,还很绅士地帮实力拿行李,又替她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实力今天穿得有点暴露,相间半漏,整个后背也露在外面,只在外面劈了件看起来更惹眼的半透明风衣,她那个姿势,如果从主驾驶看过来。 几乎一眼就能看到很多不该看的东西,我脸色很差,实力搂着我的脖子亲了好几下才放开。 临行前她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老公,放心了,不会有事的。 我恋恋不舍地关上车门,看着车离开了很久才转身,可刚转身,我就觉得很不对劲,实力今天穿得这么性感,贺强竟然一眼都不看,男人最懂男人,他这种行为要么是某方面不正常,要么就是在欲盖弥彰。 我赶紧往楼梯走,楼梯上面就是地下停车场的出口,他们出来还要绕一会儿,上了楼梯,我躲在栏杆后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出来的车辆,没多久,贺强的大奔出来了,透过前挡风玻璃。 我看见贺强单手开车,副驾驶上的实力却眼神迷离,连耳根子都红了,这根本不正常。 我和实力相处五年,他只有在撒谎和动情欲的时候,耳根子才会红,难不成他在车里眼神迷离的撒谎,狗都不信。 很快,车子从栏杆边上开过去,透过后视镜,我发现实力的身前,有一只不属于他的大手,在向下摸索,我有些发愣,下意识拨通了他的电话,读,读,等待的过程不长,但我感觉过去了一个世纪,很快,电话那头传来实力断断续续的声音,老,老公,嗯,怎么,怎么,呢?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问他,你在干什么?连说话都说不清了吗?实力语气急促,没,没有,贺总在抽烟呢,我呛着了。 过了一会儿,实力的语气才正常,老公,你打电话我有什么事? 我以为你东西忘拿了,刚想起来放你包里了,一路顺风。 我冷漠地挂掉电话,心里的猜测也有了个七七八八,他们俩的关系绝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没有回公司,而是就近找了家酒店住下,刚到酒店,我打开手机,开启了一个远程软件。 我是干软件开发的,这种小玩意儿,要不了多久就能做出来,至于为什么在我未婚妻手机里安装这种软件,起初我是为了她的安全,怕她却傲于受欺负,现在看来,也许用途得改改了。 我打开软件,远程打开了十例手机的听筒,下一刻,断断续续的声音从我手机里传了出来,强哥,你别,那里不行的。 什么不行,你不是说了,这是你特意给我留的吗? 我还没别。 这一声过后,在接下来的声音就不堪入耳,我咬紧牙关。 远程打开了他的摄像头,刚好,他的手机是对一床侧着放的,一打开,什么都能看见,两个人缠绵在一起,贺强粗暴地侵犯着他,实力也在热烈地回应,甚至主动帮忙。 他的声音一路高涨,姿势也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没想到啊没想到,一直规规矩矩的乖乖女实力,竟然是个荡妇。 我用力攥紧拳头,恨不得把手机直接摔在地上,忍了很久很久,我再也不想看,关掉了摄像头和话筒,五年,五年。 我真的想象不到,自己的老婆居然会做出这种下流的事,而我还傻乎乎地送她上了那个野男人的车,还嘱咐她的野男人照顾好她,现在看来照顾得真好啊。 我深吸了口气,只感觉自己像个傻子,就被她这么狐咬,欺骗,头上也成了清清草原。 这时候,我真的很想死,更想现在就弄死这对奸夫淫妇。 亏我怕她一个人在外面过得不好,还勒紧裤腰带,给她塞了两万块钱,拿着我的钱,跟别的男人开房,很好,很好。 我冷静了好一会儿,拨通了我兄弟的电话,庆子是我的发小,他也是做这个行业的,不过他家境更好,是个富二代,就在我现在待的地方不远。 在电话里简短说了一下后,庆子约我去他家详谈,我没有犹豫,如果说所有人都会背叛我,他绝对是我最后也是唯一能够信任的人,就在我前段时间最困难的时候,是他无偿注资,帮我缓了口气。 我打车去了他家,刚进门就看见庆子已经点好了烧烤和啤酒,还是他最懂我,知道我现在想喝酒。 庆子递给我一瓶酒,问,具体怎么回事? 我把这两天的经过和见闻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庆子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好在你也不傻,装了个软件,来吧,给我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我有点不好意思,但庆子却说,没事,那种烂人让我别计较,我就把手机递了过去。 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这人我认识。 你认识? 他有什么来头? 我赶紧追问,来头吗? 倒也谈不上,倒是他老婆来头不小。 在庆子的讲述下,我知道了贺强的真实身份,原来,贺强根本就不是什么奥于娱乐的老总,他就是个倒插门的,以前是个老师,后来仗着老婆家有钱,辞了职在外面鬼混,是奥于娱乐的钻石会员。 听完,我更诧异了。 那他是怎么认识我老婆的呢? 这会儿我猛地回过神,我老婆高中就是在这个试读的,难道,我一把抢过手机,导出了他所有聊天软件的聊天记录,他一直都有最高等级的会员,所有聊天记录也长时间保存着,这些在以前,我都是没看过一眼的, 一连十几个句的文件,手机都要死机了,我让庆子把电脑拿来,将文件传到了电脑上,我们俩静下心,开始翻看他的聊天记录,其中一个叫贺公子的账号聊天最多,文件多达八个G,点开一看。 里面的内容简直比小说写的都离谱,我们花了足足一天的时间才看完,我也彻底愤怒了,何止是暧昧,何止是离谱,实力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贺强, 在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就和贺强同居了两个月,对家人说是去打暑假工,实际上是两个人去度假,那时候该发生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贺强还很贴心的帮实力做了个修复手术,怪不得我第一次没发现异常,修复了,又养了四年,早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而在我大学期间,他们俩也经常见面,甚至是在我的眼皮底下。 后来实力大学毕业,贺强实在忍不住,才怂恿实力和我做那事,好方便他进行,那时候我还以为是实力彻底把身心交给了我,感动得不行,现在想想,啊,我真是个大傻子。 翻到最近的聊天记录时,我更是气得一拳锤在了桌子上,贺强,那个疯婆娘天天管着我,还不让我碰,躺床上像死鱼一样,还是你了? 实力的回答是,死鬼,明天我就去找你了,这你都忍不了。 贺强,能忍能忍,哈哈,还是想念我的吧。 实力,让你做的事怎么样了? 都办好了,就等他上套,到时候我拿视频威胁他,不怕他不给钱,只不过你那个老公有点麻烦。 实力,没事,我已经把他说服了,明天就能来。 贺强,是说服还是说服啊? 实力,害羞的表情。 实力,本来早就计划好的,整垮了他的公司我就走,都怪他那个兄弟,还帮他注资。 贺强,宝贝别急,我有的是办法整死他,我要弄得他倾家荡产,驾破人亡,你就瞧好了吧。 有用的聊天记录到这就没了,再就是那些不堪入目的视频和照片,有些甚至是我和实力的视频,放下电脑。 我摊倒在沙发上,现在是三浮天,我却感觉寒意透骨,身子也忍不住发抖,原来我才是第三者,真是可笑啊。 我当成宝贝的人,却被别人那么粗暴地对待,而他却想着怎么弄得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真他妈讽刺。 这些还是好的,他甚至连我的一切都不放过,早在三年前,我曾经无意间跟他聊到过,我家里有几件家传的青花瓷,市场价估值加起来得有几千万,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算是传家宝,连这他也惦记上了。 当时我和他感情很好,我也告诉了他东西,就在我老家。 没想到他竟然想着假怀孕,弄死我之后再去跟我妈讨要这几件瓷器,拿我家的传家宝,养自己的野男人和野孩子,很好,很好。 我赶紧打电话回家,让家里人把东西藏好带走,贺强的老婆也是个可怜人,本来是个白富美,结果被贺强的花言巧语蒙骗,因为公司大,工作忙。 他老婆陈思颖经常不在家,贺强对这件事怨念极深,更是动了给陈思颖下药,然后污蔑陈思颖出轨,再借机分走巨额财产的心思,看他们说的。 应该就在这两天了,我恨恨地盯着庆子。 庆子被我的眼神吓得一大跳,我说,我要报仇,帮我。 庆子吸了口烟,点点头,说吧,想让兄弟我怎么帮你? 其实很简单,我跟庆子说了我的计划,庆子顿时傻傻地瞪着我,过了好久,他才冒出来一句,你行啊,这么周密的计划你都想得出来,行,这个忙我帮了。 我们的复仇计划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第一步,我要做的就是找到贺强的老婆陈思颖。 她的面可不好见,她个人资产国益,公司规模也极大,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 根本难得一见,说白了,她和我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庆子能帮我接触到,她的家境不比陈思颖差多少,在庆子的举荐下,我获得了一个私人酒会的资格,刚好,在我们的查证下,就是今天,贺强要对陈思颖下手,只不过是让别人动手,她今天晚上忙着多人运动呢? 夜里,庆子开车送我来到了酒会地点,这是一片别墅区,比我住的三十亿厅豪华多了,别墅里,大家都在推杯换盏,聊得热火朝天,甚至有些都在搂搂抱抱,空气中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 我在寻找陈思颖的所在,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角落找到了独自买醉的她,因为提前看过她的照片,所以我一下就认出了她,只不过照片里她穿着一身女士西装,看起来很冷艳,有女强人的范儿,今天她穿得大胆些,一身淡紫色短裙, 火辣的身材被完美地勾勒出来,再加上黑色丝袜带来的朦胧美,我有点看呆了,这时候,我旁边走过去一个长相不错的小白脸,端着杯酒递了过去,陈思颖已经喝多了,看见酒就往嘴里道,这哪能喝,喝完了我还怎么谈事? 我赶紧过去,装作不经意把那杯酒撞撒,好巧不巧,酒刚好洒在了陈思颖的胸口,这下更呼之欲出了,你眼瞎了是吧? 小白脸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回过头就要去拿另一杯酒,我看机会来了,把陈思颖横抱起来,叫上庆子就开溜,路上庆子还很惊讶,我让你跟她谈事,没叫你把她扛走, 你小子,行了,我横了她一眼,别瞎说,我不做那种趁人之危的事,庆子也了解我的为人,没再多说,他把我俩送到了一家酒店里,进去吧,这家酒店不会有人来查 你确定?我再三决认,没办法,这是万一出问题,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庆子也不跟我废话,赶紧的吧,这家酒店是我家的,你喊破天都没人来查房 我这才放下心,把陈思颖带回了房间,刚进房间,陈思颖就把我压在了床上,他身上很香,压迫感更足,腰像是没有骨头,特别软,再加上淡淡的酒气,很容易让人把持不住,我赶紧把它推开,给他喂了两粒解酒药,这本来是给我自己准备的,没想到先给他用上了, 我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也不想趁人之危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吧,我都快睡着了,突然感觉有人在看着我,我回头一看,发现陈思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了起来,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警惕,你什么都没做 陈思颖这个问题让我很意外,他不应该问问我是谁为什么带他来这里吗? 我懒得纠结,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优盘,插在了房间的电脑上,把里面的内容给他看,陈思颖好像不是很意外,他表情很冷漠,就这些 我笑得很冷,这里面的女主角是我的未婚妻,我们都被他俩骗了 他们在五六年前就在一起了,现在既想谋你的家产,拜你的名声 也想弄得我家破人亡,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他仔细讲了一遍,我的话好像让陈思颖很受触动,因为他的眼睛里一直有泪花,可能是女强人的倔强,所以一直没掉下来,过了很久 他才说,所以今天那个男的过来,是给我下药对吧 你没醉 我皱了皱眉头,陈思颖侧躺在床上,短裙并不能完整地遮住他的身子 圆润翘臀进入我眼,他接过我递给他的矿泉水喝了几口 我一直都知道,只是不愿意相信,没想到,比我想的还要糟糕,这个人渣 最后两个字,他是咬着牙说出来的,你打算怎么办? 我问,陈思颖拿出一盒女士香烟,给了我一根,自己也点了根,怎么办? 他们想怎么对付我们,我们就十倍还回去就行 不知道是太久没抽烟,还是他的话太冷,我感觉心里颤颤的 惹了这位,看来那俩的好日子到头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憋屈 这个仇,终究不是我亲手报的,我拔了幽盘刚要走,陈思颖喊住了我 等等,在我做这些事之前,你还要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我回过头 可我刚刚一回头,就看到了令我血脉喷张的一幕,他居然脱了短裙,身上只剩下性感的内衣和火辣的身材 陈思颖冲我勾勾手指,他睡了你老婆,你也来睡他老婆 话还没说完,他就把我拉到了床上,占据主动,我不是被动挨打的人 很快就转手围攻,他也一步步彻底沦陷在云雨里,我很温柔,没有歇斯底里的报复心理 毕竟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可怜人,一整夜过去 不知道是他太好看,还是我精力旺盛,我们俩没停过,就中途喝了口水,临睡觉前 陈思颖问我,我们俩这算什么? 我搂着他柔软的身体,感慨起来,算两个可怜人彼此之间的救赎吧 他没再说话,只是用更热烈的行动证明着我说的没错 这一晚上过去,我和他都搂着睡着了,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他也走了 桌上放着一张名片,名片背后还有句话,等我的消息,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来我公司上班 我把名片装进兜里,但是没有打过去,我要自己去报仇 他有他的方式,我有我的办法,等我打开手机的时候 手机里的未接来电九九架,有两个是庆子打来的,七个我妈打的,剩下的都是石丽打来的,还有很多消息 庆子,你小子,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啊,这么久还没出来 我妈,儿子,你什么时候回家? 石丽说他怀了你的孩子,但是没见你人,你跑哪去了? 使乱中气这种事,你可不能做呀 我心想着,妈呀,不是你儿子使乱中气,而是这个人实在不值得呀 我妈,儿子,你快回来,实力带着他爸妈来咱们家了,堵着不让走 看见这条消息,我赶快穿好衣服,打电话叫来庆子 庆子也很够意思,知道啥事后,开着车赶紧带我往老家赶,足足一整夜,庆子都没合过眼 要不是我说,他都懒得休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赶回了老家,刚到家门口 我就看见一大堆人围在家门口堵着,有看热闹的,也有帮场子的 我和实力老家隔得不远,他家不少亲戚都来了 看到我回来,实力哭得梨花带雨,冲过来就朝我打骂 好你个没良心的,你丢下我一个人不管,我要是出雷事,你家的绝后 一听这话我就笑了,我家绝不绝后我不知道,但是你肚子里的货绝对不是我家的种 我这话一说,街坊邻居都愣住了,实力的爸爸冲过来就要打我 被庆子死死拦住,实力的爸爸大骂 你这个畜生,我把女儿交给你,你就这么羞辱她的 我没说话,但看到实力的脸色不太好,耳根子又红了,实力带着哭腔 没事的爸爸,他要做,负心汉就让他做吧,我自己也能把孩子养大 听他这么一说,街坊邻居们都开始骂我 那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连我妈都看不下去,要过来打我 我没管别人,只盯着实力,你不是去上班当主播了吗? 怎么突然知道你怀孕了? 实力脸色胀红,入职体检查出来的不行了 听着他强词夺理的话,我咧开嘴,入职体检 那贺强给你做的核酸可真别致啊 实力的脸色明显变了,他有些心虚的说 你胡说什么,不要孩子也就算了,还要坏我名声吗? 我妈也来劝我,儿子,你胡说什么呢?什么核酸? 听妈的,你们都有孩子了,尽早结婚,妈把彩礼提一辈,庆家供你看行不? 最后那句话是跟实力的爸爸说的,不过他还没说话,实力的妈妈就很刻薄地说 一辈? 你想得美,要是不把你家那几件传家宝当聘礼,你就等着段子绝孙吧 听到这话,我拉住了打算妥协的我妈,让庆子把电脑拿出来,阿姨,要东西 没问题,不过在给之前,请您二位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完挥了挥手,一段不堪入目的视频放了出来 不仅如此,我还不给他们辩驳的机会,连带着实力和贺强密谋的那些龌龊事,也一股脑抖了出来 他爸的脸立马就绿了,实力更是脸色惨白,说是毫无血色都不为过 实力的妈妈,结结巴巴想说什么,可到头了只有狡辩,年轻人玩玩怎么了,反正又没结婚 说得好,我用力鼓了鼓掌,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就请把订婚宴给的无视我彩礼退回来吧 我一说这话,实力妈妈立马炸了毛,你放屁,那是你自愿给的,凭什么退给你 而我扬了扬手机,手机里赫然是报警电话,这时候实力朝我跌跌撞撞的跑过来,跪在我面前 老公,我错了,我知道错了老公,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乱来了 实力妈妈大叫着,瞧你这个没出息的,怕她做什么,我们就不还,看她能把我们怎么样 她还想继续说,可实力和她爸爸同时吼了她,够了吗?还嫌不够丢人吗? 实力爸爸走过来,递给我一张银行卡,这是彩礼钱,一分没动,这件事是我实家对不起你家 说完,实力爸爸看着气不成声的实力,跟我回去不要脸的东西 看得出来实力爸爸很生气,几次都想动手打人,出了这档子事,他家估计好几年都抬不起头来 但是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这些年实力在我这里拿了不少钱去,那些我可以不计较,可是五金,婚纱这些钱,我要他分文不少地拿出来 我把实力起诉了,因为一切清楚明白,我的证据链十分充足,实力根本没什么辩驳的机会 三个来月的功夫,我就追回了我想拿回来的东西,光是五金就有好几万,这些都是我一点一点敲代码赚来的,不可能给他 当然,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在拖庆子帮我打听贺强的事,听说贺强被陈思颖赶出家门,背着一屁股债 到处躲债,不仅如此,他以前欠下的风流债都来找他算账,有一次被逮着,对方家里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他也来找过实力,但被实力的爸爸打断了一条腿,臭骂一顿扔了出去 最后,他完全走投无路,躲进了精神病院里,在精神病院里受尽折磨,到头来针锋了 那件事后,实力的孩子也没了,他爸跟他妈离婚了,他爸卖了房子,一个人走了 这母女俩走在街上,都有小孩骂他们不要脸,骂他们烂裤裆 当然,这都是后话,我把公司转手卖了,去了庆子那里 庆子是真够兄弟,一去就给我安排了个软件开发部的部门经理 大家也都知道我和庆子关系铁,没有刁难我 一切进展顺利,那个电话我也一直没有打,知道了结果就够了,何必再去打扰人家 说到底,我跟他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过临近过年的时候,庆子倒是约了我一个饭局 说是在他家里,庆子帮我这么多,我肯定不能空手去,开着车拉了很多礼品才赶过去 可一进门,我就发现不太对见,屋子里没人,只有沙发上躺着个人影 可那身材,前凸后翘的,怎么看也不像是庆子,庆子哪有那么翘的屁股 我还在那门,灯突然开了,你怎么来了? 我有点局促 陈思颖转过身,柔媚的脸上带着笑容,你一直躲着我,我就只能自己来找你了 我放下礼物走了过去,哭笑起来,没有躲着你,我只是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必要再联系 陈思颖坐到我身边,说话很轻柔,可是那天晚上你说过,我们是彼此的救赎,今天我是来找你兑现承诺的,你认账吗? 我将他搂进怀里,闻着诱人的清香,自言自语,认账 我将你带着诱人的清香,自言自语,认账